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我们行医生吃醋可真可爱呀 没有啊 我大度的狠 她真是新兰吗 她不是 你是 干什么呢 我不是你的家教吗 我给你定制两个月的 高考复习计划 这样就能升很多钱了 一想到你要走两个月 我就觉得特别舍不得 想亲你一口吧 可是又生你放我哥子的气 就先亲爱的 动魂员的气 那 我先听你吧 你也许能鼓足勇气 情声说是你 你也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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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喜欢我 姓名 想抱你 感受我心跳 因合着你频率 想着你我的心我 决定 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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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网上怎么说 你退圈这事吗 不漏 不过我可以给你分析一下 应该会说我 为了理想不顾一切 或者是 拿得起放得下 万花从中国 遍野不转身 没那么好听啊 那说什么了 网上现在说 你是练爱脑 被人PLA了 说行之纸 这种高智商人群 最会PLA了 你最好看着点行之纸吧 现在对他好奇的人 可挺多的 比真影响他生活 还有一个谣言 什么呀 说秦斐小姐怀孕了 所以才马不停蹄地推圈 不过你不觉得挺好的吗 这圈推的我就更没负担了 怀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姐 你怀孕了 你几个月来男孩女孩了 那有我说呢 你这么着急推圈 能要是要干大事呀 你不知为什么 我办婚礼啊 今年下半年来不来得起 那我可不可以当爸娘 现在当半年的话 是不是要开始减肥了呀 你真怀孕了 喂 我不知道啊 应该没有吧 你问我呀 你这都能听出来 听着了 你可真黏人 真的 我不想帮你走 乖 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爸 你那个朋友刘衍泽 人家都没恢复好呢 你这么走不担心你朋友啊 来来来 你放心吧 昨天我已经看过他了 这家伙身体壮得跟头牛一样 恢复得更快了 没事 那我要去送送你 这样我们还能晚分开一点 不用 你不是不喜欢分别吗 到时候你再难过 我不想让你难过 我跟你分开更难过 再说了 我还可以帮你拿行李 别别别别 这这东西你临不动 已经说好了 你约他什么送我呀 这小子 靠不靠谱我什么时候来呀 来了 你等我啊 我去开门 大哥 你终于来了 你要再不来心 秦飞要送我去机场了 我劝没有动力 帮我缩手了 秦飞也在呢 我来送老秦了 那啥呢 老师说要跟一块过去 我那车估计坐不下 我们几个人了 要不 行吧 你们去吧 等你 老秦快点啊 门口等你 嗯 好了 我很快就回来了 我帮你回来了 好 照顾好自己啊 好了 哎 我送你出去 行 你怎么还不行啊 我该怎么理解你呢 刘元泽 你说让我向前看 开始新生活 口袋里却一直放着我们的合照 到现在还随身携带我的过敏药 听见我有事还会第一时间过来照顾我 我试过了 我试过了 和陈深 我挺喜欢她的 她长得帅 有钱 对我也很好 哪儿都不错 可爱和喜欢不一样 你说爱是不是真的是基因里的 天生的吸引 还是说 我们之间的连结太深了 以至于后来不管遇见谁都觉得 少了点什么 我看你 我看你 到底是什么 你我看你 有钱 我看你 有钱 你 我看你 我的天生 你 你 你以前爱我婴儿肥 我想到多么不敏 快醒醒吧 你再睡下去 一会儿要睡我了